天文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午安 好 台北股市今天目前追盤沒有 追盤跳出來 我們先看一下 追盤用了150億的量 非常大的量 往上拉了36點的一個狀況 所以最後收在10427點 收在今天的最高點 那今天剛好是收月線 所以月線確定是收紅的 所以台北股市非常厲害 追盤竟然花了150億往上急 那其實剛剛線化沒跳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跟大家報告 期貨的部分今天就比較抗跌 而且比較強 所以現在市場上應該都還在等待 禮拜三蘋果的法說 所以指數有沒有可能 繼續做一個橫盤整理 您的觀察 對 我們看到 其實最近的盤勢還是在橫盤 因為今天原本盤中 跌到幾十點的時候 大家原本說 這裡是不是有點要做頭的意味 去短頭往下側 但今天尾盤拉起來之後 其實大盤要陷入了 持續的整理之中 我們一直跟大家說 這一根紅棒是一個關鍵 你會發現一個月過去 一個月過去 盤勢還是在這一根紅棒的區間之內 沒有很大的波動 這也其實在等的是什麼 等的是更進一步的一個利多 所以這邊短線上的話 我們要觀察就是法說 剛剛Kevin已經提到 這禮拜其實有兩個重要的法說 一個叫做蘋果 一個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雖然影響性沒有那麼大 但是其實它代表的是 整個汽車電子的族群 我們盤中已經跟大家提到過 因為特斯拉做的 大家會跟著做 賓士 VMW會跟著做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汽車 特斯拉代表的是汽車電子 一個未來產業的一個方向 這裡其實短線上的大盤 我們先看 今天持續整理的過程之中 雖然大家在等財報 可是有一些平蓋股已經加溫了 我們來看像6269的台郡 因為傳出來說 蘋果的無線充電的軟板 是有訂單它接到 所以今天的話 股價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大家不要忘記 它8月3號要除旋席 所以這裡的話 有一點除旋席 拉高的一個意味在 因為現在我們觀察就是 除席之後 填席的力道並沒有很強 所以我們可能在除席之前先拉 大家可以觀察 另外的話 今天盤面上有幾個熱點 第一個我們首先來看 第一個部分是在於 整個車用鏡頭的部分 因為二線光學 大家知道其實在光學的部分 滿多亮眼的族群 第一個就像是 今天的話3019的亞光 亞光的話 因為傳出來 就是特斯拉Model 3的概念 車載鏡頭的話 會帶動整個需求 像經國光 還有像是供應亞光玻璃的 聯誼光 今天都供上漲停 所以這裡 這個區塊整理橫盤之後 我們要觀察的是什麼 我們先看亞光的K線 你會發現 它是整理了5個月 最近從上個禮拜開始才轉強 所以橫盤整理很久之後 它沒有跌 反而是往上走 這就是盤面上比較好的一個訊號 聯誼光也是一樣 橫盤整理了3個月之後 今天開始突破 相信轉強 所以這裡整個光學股 雖然說它整個量能不大 沒有辦法為納那麼大的成交值 但是短線上能不能持續的攻擊 它是一個多頭觀察的指標 第二個部分就在原物料區塊 你會發現 今天的話整個紙類股 8月份的報價已經在寒漲了 像是在1909的榮成 或者是像1904的陣容 其實今天都相對加溫 這個區塊其實代表什麼 原物料的輪動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說了什麼 說了水泥 說了鋼鐵 說了塑化 又說了EG 但今天的話你會發現輪到紙類 所以整個泛原物料的區塊 其實在輪動 輪動的過程之中 這裡其實大家可以觀察 是轉強第一根是什麼 像今天的話紙類股就是第一根轉強 所以後續有多少續航的空間 也可以做一個觀察 但是今天牌面上 這邊是比較好的一個指標 還有瓶蓋等等 但今天的話還是有一些 比較弱勢的跡象 我們來看像是在3587的紅康 我們知道其實財報公布出來 並沒有很好之後 其實股價是連續性跌了兩根 所以代表說其實大家 還是在觀察財報 因為大家本預期 第二季的財報會不錯 結果比去年來的衰退 所以這個邏輯之下 今天開始續跌 並沒有煞車 比較觀察像是5269的翔碩 或者是像3260的威剛 你會發現上禮拜轉弱之後 今天也是續跌 所以這種高檔強勢的股票 它並沒有持續性的 這個煞車之後再往上攻 反而是持續的還在下跌 在探體的過程 所以這部分其實代表說 先前漲的族群開始有點在拉回 而是由別的族群在接棒 這個對利多頭來講的話 是一個良性的輪動結構 但在空方來講的話 也開始有人轉弱 所以這裡還是在一個 多空力道的拔河 所以你看大盤是不是怎樣 沒漲 又在這邊橫盤 所以這裡的話要觀察 今天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滑邦電 因為滑邦電 其實我們過去知道 滑邦電其實利多還滿多的 法蘇會也公布說 第二季獲利不錯0.28 然後第三季也會續航 但今天有沒有漲 沒有 今天滑邦電反而呈現一個 利多不漲 然後還倒跌的現象 整個記憶體族群 剛剛提到的在這個 滑邦電之外還有威剛 因為現在傳出來說 整個這個相關的業者要擴產 既然擴產的話 供體增加的結果 有可能記憶體 也會佈上這個面板的後塵 就是面板會傳出來雜音嗎 現在記憶體開始有雜音了 很多雜音 對於這種類似 報價型的電子股最不利 大家知道 報價型的電子股最怕什麼 最怕報價預期會跌 不是報價跌 是預期會跌 股價就會先跌 所以你看今天滑邦電 就呈現這樣子的架構 這裡的話我們要觀察 到底它會修正到什麼時候 才能煞車 煞車的訊號是什麼 連續三天沒有破滴 大家先把它記起來 如果像這種記憶體的個股 能夠手穩不破的話 後續還有機會往上走 再來的話是傳統旺季延後的食品股 什麼叫傳統旺季 或許大家遇到農曆七月 中原普渡 今年來了一個論六月 論六月之後整個旺季往後延 今年的中原節是九月份 九月份才過中原 所以原本八月份就會有旺季效應 對於什麼肌肉 對於一些敗敗的食品 但今年往後延 這造成什麼 第一個大臣浦風的肌肉的價格 開始呈現震盪 震盪的時候 其實股價今天有點彎頭 你把大臣跟浦風的K線打出來看 你會發現 其實都有點高檔轉弱的訊號戰 這裡能不能直穩的 我們要先觀察 短線上先出現一樣 三天不破底的情況 然後在旺季延後的情況之下 先竹底然後等到八 九月再往上攻 這個部分做觀察 因為不要忘記 先前的話黃曉鈺長一部分 雖然說對他有利 資料有利 但是他成本也會跟著墊高 最後的話就是統一 因為統一最近遇到一些麻煩事 包括統一跟統一超 因為市場解讀出售 上海星巴克是一個偏空來解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要觀察 就是一樣能不能直穩 因為現在變成 雖然說有人在攻擊 但是先前攻擊一波的 個股開始在彎頭 這其實並不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這大盤會讓 一漲一跌的過程之中 會讓大盤撐住 所以後續的話我們要觀察 到底是多方力道強 還是空方力道強 到底誰能夠先突破 好的 非常謝謝坦克帶來的 明日關盤重點